南投南钢福伦社秉持服务大众及善进回馈社会的责任 在草屯会德宫举办捐血活动 为了鼓励大家卷起袖子 社员们踊跃提供赠品 获得许多民众的热烈响应 就是因为你捐血 然后你知道有钱会需要按您的就是默默的行善 我觉得这是对社会有所贡献 我们每个人都能尽一分心力来做这个捐血活动 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机会大家能一起来捐血 特别请假的 就是可以让身体健康 然后可以帮助到别人 我觉得捐血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活动 南投南钢福伦社社员多来自南钢工业区 以及草屯地区的企业家 大家出人又出力 同时鼓励公司的员工 在上班时间分时分流赶到现场捐热血 既能够助人做工艺 还有获得丰富的礼品 一举两得 我们号召我们的社友和企业界 来这里再做今年度的第二次捐血 也希望能够在疫情期间 获得更多的血带 来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尤其是过年期间 血库应该比较缺缺 所以我们这次提早来办 然后也成功地号召出很多的企业界 跟我们的社友 社会大众都来捐血 每年在冬季及春节期间 缺血情况最为严重 议员也肯定此一活动神据异议 并感谢参与民众玩起衣秀 快乐捐血 祝人为乐 为社会尽一分心力 我们的会也有关注 会再做新的权 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救人一名 这是很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福人社 还送到很多东西 让我们的关会的人 来鼓励大家来关会 感谢 也担到这个机会 拜托我们国大社团 或是我们政府机关 有个基盘 我们的关会活动 希望大家尽量来 踊血来救人一名 社长李锐又特别感谢 全体社员的支持 也感谢捐血人的大爱 本场活动总共募集到 241代250cc的鲜血 期盼每一场捐血活动 可以募集更多的数量 解决血荒的问题 帮助更多人重新获得健康 记者洪一伦草团阵采访报道